2012年6月10日 因为巨额债务纠纷 内蒙古籍的生意人张老板 在杭州凤启路温德姆酒店被人接走 随后遭到非法拘禁 数月间辗转永家青田山区 最后被发急的债主和手下 抛进滩坑水库惨遭杀害 而这个铁龙沉湿案的主谋 是当年的温州籍老大胡某 电话勒索5000万赎金 铁龙官人扔进白米水库 案发后在国内多地流窜 昨天从走入法庭到宣判结束 这个老大胡某却始终面带笑意 今年2月11日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曾对此案进行了第四次开庭审理 当庭播放的水下打捞视频触目惊心 在水下83米深处 被害男子张某的遗体如同婴儿般紧紧蜷缩在不大的笼子里 双腿悬空 至此这名44岁的内蒙古商人沉入湖底已长达28个月 为了这一刻 杭州下城公安分局的专案组已奋战900多天 实施了全国公安史上最艰难的深水打捞 昨天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 胡某犯故意杀人 非法拘禁罪 两罪并罚 判处死刑 张老板是内蒙古人 在老家开办了大米加工厂 旅馆等多个实业 胡某是温州人 小学毕业 出来混社会 从事高利贷 并有赌博等犯罪前科 为什么要非法拘禁 胡某说张某欠他5000万 法院警察 两人之间却有巨额资金往来 但张某已死亡 胡某也拿不出两人之间的借款合同 欠条 具体的债务纠纷理不清 从查实的银行凭证来看 能够确认在案发前一年 胡某通过亲戚 一共转账了3900万元给张某的妻子 而张某也陆续向胡某转账了700多万元 同时胡自认收到过张某一笔还款500万元 所以胡声称的5000万债务法院不予采纳 胡某为讨债费尽心机 2002年6月10日 他将张老板约到杭州 说是对账 当晚7点又以喜丧拿为名 将张老板接到杭州温德姆大酒店 上了一辆奥迪越野车后 张老板被控制住 前往温州 随后辗转永家 青田山区 惨遭80多天飞人的拘禁 在这期间 胡某多次向张老板索债 联系其家属汇款 因为没有按照他要求的金额和期限进行汇款 胡多次威胁殴打张老板 还指使看管人员 用手铐铐锁 用铁笼关押张老板 并另行定做了一个铁笼 胡某向张的亲友 一共索得620万元 而他支付给看管人员 1000元一天的看管费 张老板失踪两年多 家人一直没有放弃寻找 光耗费的机票等费用 就高达30万元 他们不知道 在2012年8月31日晚 张老板就被沉入了浩渺的水库中 事发当晚6点 胡的手下 把吃好晚饭的张老板带下楼 让其坐入一个铁笼子 并铐上手铐 之后锁上铁笼子 塞入一辆奥迪越野车的后备箱 车子竟直往水库开 开到半路车子爆胎 后来铁笼转移上了一辆皮卡车 上面盖了一块油布 皮卡车开到北山大桥后 胡某和两个手下将关在铁笼中的张某 推入滩坑水库处 胡某逃离后 偷渡到越南 最后在泰国曼谷被警方抓获 胡某落网后 承认自己和手下非法拘禁过张老板 但后来将他释放了 但随着手下陆续被抓 他们供认在胡某旨令下 已把张老板装进铁笼 推入滩坑水库 杭州中院曾于2014年6月8月9月三次开庭审理此案 在审理中几名手下却称将张老板带到北山大桥后 按照胡某指令将人释放了 为了完善证据链 必须要找到张老板的遗体 在近300个西湖大小且深百米的水库里打捞一个人 极其艰难 经历过多次打捞失败 2014年10月20日 尸体搜寻工作被重启 先后出动水下机器人和国内顶级深水扫描设备 终于在2014年12月28日 北山大桥一侧 水深八十余米处 张的尸体及铁笼被成功搜索到了 2015年1月6日 被害人张老板的尸体及铁笼被成功起货 今年2月11日 法院第四次开庭审理此案 当铁笼呈现在法庭时 所有人都震惊了 这个铁笼尺寸仅为60×70×70厘米 张某身高1米8 重达200斤 是如何生生的被装进笼子的 而法医出具的尸体检验报告说 由于尸体在水中侵泡时间过长 高度腐败 不能明确是溺水身亡 最后结论为死因不明 在铁政面前 胡某依旧坚持 他在桥头就把张老板释放了 而胡某的辩护人当庭提出 鉴定死因不明 如何能定故意杀人 他认为死因不明则很难判断 张某在入水那一刻 甚至是被台上桥栏杆的那一刻 生死状态 法院审理认为 根据胡某多名手下的供述 当时装运张某时他还活着 足以判定张某是活体高坠入水 与水中死亡的事实 虽然尸体因高度腐败 无法鉴定具体死亡原因 但不影响故意杀人行为的认定 尸体之前没找到 我们有侥幸心理 最后一次法庭审理时 胡某的两名手下面对绣黄了的铁笼说 但是手下之一的张某辩解 他就是拿掉了铁笼上的油布 两个手指触到过铁笼 笼子是怎么掉进水里 他不知道 另一个手下金某辩解 车开到北山大桥时 胡某让他停车 胡某要把铁笼抬到桥栏杆 因为太重就叫他来帮忙 因为没拉手刹 车子开始流泼 他就回车里拉手刹 然后听见砰一声响 法院对这两种说法都不采纳 认为两名手下明知胡某的目的 是将张老板推入水库 对于已经抬到桥栏杆上的铁笼 因为桥栏呈细圆形 将铁笼推下水库 并不需要巨大推力 如果重心位于桥栏杆外侧 仅凭重力也会自动掉落到水库中 所以两名手下只要参与实施 抬铁笼至桥栏杆上 或者又直接将铁笼推入水库的行为之一 就足以认定参与共同故意杀死张某 法院认为 在故意杀人共同犯罪中 胡某的杀人犯罪的起义 决策者及纠结实施者 显然所起作用最大 而两名手下也并非从犯 胡某为通过正当民事诉讼途径 解决其和张某之间的债务纠纷 竟然利用双方对账之机 通过非法拘禁等犯罪手段 索要债务 以陈朱龙的残忍手段杀死张某 罪行极其严重 且作案后逃往外国 归案后在铁证面前拒不认罪 主官恶性极深 予以严惩 法庭当庭宣判 被告人胡某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犯非法拘禁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两罪并罚 决定执行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另两名手下 张某两罪并罚 决定执行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金某 两罪并罚 决定执行 无期徒刑 听众朋友 今天的故事 就为您播讲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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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